大家好 我是天狼 很多南方的花友 尤其广东地区的花友 他们对于龙沙的这种痴迷 是非常非常执着的 但是龙沙宝石确实在华南地区 表现不是特别理想 这里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你那里没有冬季 它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 也就是说它即使在你那开花 也很难开爆 那么在众多的品种当中 有没有这样浅粉色的品种 供你选择呢 今天要推荐一个品种 你可以去试试 那么维基伍德 维基伍德是一个浅粉色的花 最主要它总能开 总不开 所以说你只要保证 能让它同时多发一些芽 它都能开很多很多的花 那么除了维基伍德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常大家都知道的 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品种 叫门浪绒球 这个品种它是属于一个小风花月季 它适合盆栽很容易爆盆 花期又长 花形跟龙沙也差不太多 那另外迷你版的龙沙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小艺变园 跟龙沙几乎是一个样子 就是花小一点 但也容易爆盆 其实这些都可以拿来尝试 应该要比龙沙宝石更容易成功 当然龙沙宝石在广东地区 它的一个种植方式 包括怎么样能开更多花 我们一直在尝试 在想办法通过技术的手段 来教大家来突破 但目前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有了进展去跟大家分享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记得点关注 我是天狼 下次再见